這湖人的手沒停過 不斷實施CPR 因為把傷者救出來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現場滿是零件碎片 而路旁的圍欄整座被壓扁 往下一看油罐車反倒在地 油草扭曲變形 整個都破掉了 能夠清楚看到裡面 還有液體不斷流出 車頭幾乎撞爛 看不太出原貌 事發地點在新北瑞芳台 二線濱海公路的 79.5公里處 12號早上7點左右 一輛油罐車行進時 不慎翻覆 直衝路旁圍欄掉落到邊坡 16歲的理性駕駛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警察人出動到場抢救 送往醫院後仍然宣告不治 實際上的槽車載的是濾化鈣 液態的濾化鈣 油草裡裝滿了29噸的濾化鈣 全都流出 環境部的專業技術小組 也緊急到場評估 濾化鈣它本身的細節它會滑 所以你們在掛繩等等之類的 可能你們自己下去 要比較注意 由各單位在監控中 目前左側的數值是 還算在容許的範圍內 濾化鈣雖然沒有毒性 但具有刺激性 不慎碰觸可能會造成皮膚脫水 若霧食也會導致口腔和食道燒傷 因此人都得穿著防護衣作業 評估最安全的方法 把車調回上岸 警消委家派人力指揮交通 實施單線雙向的管制 花了一勺食材恢復通行 駕駛同時提到 當時他要從宜蘭開回台中 這條路常常走應該要很熟悉 卻不知道人因發生反覆事故 人因此喪命 TVBS新聞劉欣奎藍廷 新聞採訪報導